白皮书说,情报通信是军队指挥系统的基础,信息技术革命提升了军队对信息通信网络的依赖程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针对各国政府机构和军队等部门的频繁网络攻击可能对国家安全保障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提高自卫队情报系统和通信网络的防护能力。 关于日本的防卫政策,白皮书介绍了去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的构筑机动防卫力量概念,称构筑机动防卫力量是为了适应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 关于日本西南岛屿防卫问题,白皮书称,自卫队将在西南地区部署沿岸监视部队和运输机等,并进行应对攻击的训练。 关于日美安保体制,白皮书说,日美同盟在实现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不可缺少。 日美两国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在更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深化日美同盟关系。